如果心中真的有民主DNA 绝对不会说 台湾人没眼睛 不会说这种话 静言到艰困选区去落选了 你落选会说 算民没算过是算民没眼睛吗 不会 你对民主有敬重不会讲这句话 所以不要再说 这个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语言 是不是情急之下 不是的 你的嘴巴不过说出你的内心 如此而已 这第一个看得出来 侯友宜这个人没有民主的DNA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好好做事 变成一个最好的顿词 因为他知道好好做事 已经变成一个笑柄了 所以呢他现在反向来操作 好好做事有什么不对 我们就是好好做事对吗 然后你有好好做事吗 好啦 我都不要说你草包 我都不考你任何东西 我都假装你什么都会 我就用你好好做事 这句话我请问你 为了你要来落跑 选总统这件事情 议会提前总咨询你 请问一下你有好好做事吗 再请问你 你这样子长达 从现在开始 8个月的时间 你要怎么对新北市议会交代 你市长没有请辞 你没办法专心市政 你的副市长 你的副秘书长 你的法政局长 要先请辞 要先落跑 变成你的竞选团队 所以 请问一下你有好好做事吗 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 侯尔仪的本质跟内在是什么 我必须要讲 第一个本质是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他没有民主DNA 到今天 正南农的事情 你欠一个说明 你欠一个交代 然后你带着威权的仪序 到今天你冲口而出 带人忙不算泄荣街 就是带人忙没眼睛 也不过是 反映了你性格里头 威权的那一面 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是什么 这个人是没有感情的 不疼心 我说得还要听一下 当初你的平步青云 是谁提拔你的 不是阿扁吗 你有去看过他一次吗 没有 你完全没有准备 你也没有能力 你不只面对自己的缺点 没有虚心去求教 你甚至当大家认为 你好好做事 已经变成你一个借口 过去是被你操作成 好像你很朴实 好像你很认真做事 好像你自己还蛮光维 所以你要好好做事 来骗取 来博取人民的好感 当大家发现好好做事 也不过就是你的遮羞布 遮羞掉你草包的内在的时候 你现在要好好做事 有什么错误 来掩饰这一切 但是请问一下 选总统的人可以这样吗 对国政完全不了解 对两岸完全不了解 对内政完全无所用心 而且遇到事情 只会包装 只会用假象 你怎么有勇气来选总统呢 你如果对台湾有疼心 你怎么来敢进逐这个大会呢 你知道台湾正走在命的关键时刻吗 所以我觉得喔 台湾选民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用选票来教训 什么叫做 你要回去 好好去认真诉苦 好好欢喜 好好去做事 等你准备好再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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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